各位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3月14日 今天就想和大家分享一段2月底的一段講話 這段講話結果是惹來很多方面的反應和爭議性的 講話的就是今天見到這位先生,這位先生叫Bruce Elworth 他就是世衛和中國對抗新冠肺炎的聯合隊伍的領導人物 他到底講了什麼呢?大家可以留心聽一聽 第一次回答案是有一個改變的思想 還有,在世界上人們都會覺得 天啊,怎麼我們活著這件事 擁有這些災害, etc. 而不是說這疫苗會出現 我們會找到它在第一週間 我們會找到每個案子 我們會找到每個照片 我們會確保我們可以保持他們 和保持這些人生命 所以他們歷過這個案子 其他人的世界會是 接觸到中國的資料 他們做到這個程度 他們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他們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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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在做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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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遇到COVID-19,我會想被治療 大家看到,其實最具爭議性的 就是他最後說這一句 他說如果他自己能感染到新冠肺炎的話 他希望在中國醫院 有很多聲音出來 有部份就是很支持他的講話 另外有些也是完全反對的 甚至有些人就說 你收了中國多少錢 給了多少錢 你去說這句話 那其實 為什麼他會有這樣的說法呢 我們可以由一個很理性的角度去看一看 因為Bruce提到 首先第一件事 中國就很大範圍地去對付新冠肺炎 所以是非常之有經驗 他也豪不偉然就說 其實世界各地都要借助中國在這方面的經驗 去幫他們一把 而第二件事 其實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段 在抖音找回來的視頻 相信看完這一段 大家都可能心中有數會知道 為什麼Bruce 他也想去中國醫 大家看看 最近有些網友看了我的視頻 發私信指責我 說我只知道一味說自己的國家好 不實事求是 我不想爭辯什麼 我說一個事實 這是一個新冠肺炎ICU患者的醫療費用 每天輸液兩瓶白蛋白 每瓶425元 頂酬蛋白每天8瓶600一瓶 人工心肺機開機就是5萬 用一天2萬 再加上其他藥物人力 算下來總共719575元 這還不是目前最高的醫療費用 但都是國家買的 你可以批評這個國家很多地方 但你終究會發現 每道生死關頭 這個你覺得土的掉汁的國家 和許多身上畫著紅色五角星的人 總會像你的爹媽一樣 狠狠地拉你一把 最後 引用世衛組織一位外國官員的話 如果我感染了 我希望 我能在中國 大家看到 看一段視頻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中國其實是幫每一位 新冠肺炎的患者 在賣單 他剛才也說到 醫療費用最保守 估計都七十幾萬一位 但是全部是中國給的 其實這件事情 可能大家會覺得 有些沒什麼奇怪 你國家搞到這麼大意志 國家給錢 但是我又看回 在地球的另外一邊 美國剛剛這一兩天 就有一段新聞出來 就是講一位先生 就是螢光脈見到一位 和他可愛的女兒 這位先生叫Frank Wachinsky 和他三歲大的女兒 Frank他很不幸 他當疫情爆發的時候 他身在武漢 美國是派專機 去將他接回美國本土 然後到埋了之後 他也是需要隔離的 也很幸運 他隔離完之後 就證實他在病毒 是呈現陰性 簡單來說 他沒有染病 非常之幸運 但是當他隔離完之後 他回到家 他就面對另外一個 很大的問題 這個問題已經不是 是桂爾嫌的威脅 就是帳單的威脅 因為美國 幫他運回去 美國本土 然後美國本土隔離 全部都是收費的 收費呢 那個隔離的時間 甚至不是醫治 只不過是隔離的 他所面對的費用 是接近四千元美金 那四千元美金 對大部分人來說 都是一個小問題 不是大問題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這些這麼大 叫做這麼好福利 叫做這麼照顧 國民的國家 但是呢 當他們要面對一個疫情 連隔離的費用 都一定要全部 叫做國民自己給的 反過來看 整天被人罵的香港政府 到底是怎樣呢 入隔離營的費用 由政府負責 衛生署 內地回港者 給家人風險低可外出 後面的不是我想說的 前面的就是我想說的 在香港呢 亦都是入隔離營 所有衣食 全部都是由政府負責 亦都是不需要 被隔離的人給一分錢的 那麼這個政府 有欠過大家些什麼呢 那麼這個此其一 一個是金錢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到底 每一個國家的領導人 是用什麼 去對待這次的 疫情呢 那麼我們都不想 比較得太多 那麼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網上 多點找一下 看不同的國家 他們用一個什麼的態度 那正是說 我們中國 那麼這幾天 大家相信都知道 習近平主席 就是習大大 是抵達了武漢去考察的 那麼他呢 身為一個國家最高的領導人 走去國家的疫情的最前線 老實說 他一定是做足了防禦措施 但是你覺得他是不是需要承受一定的風險呢 所以其實我也覺得這個是非常難得的舉動來的 那麼其實呢 對於一個呢 中國 不是民主 不是民主選舉的 那麼如果是民主選舉的國家 怎樣呢 會不會更加好呢 我們看看 Donald Trump 美國的總統 特朗普先生 Donald Trump 他面對冠狀病毒 他唯一是說什麼呢 Life and the economy go on 即是說呢 其實他所重視的 並不是新冠肺炎 會對他市民造成多大的生命歸嚴 他所重視的 只是金錢 只是股市 他呢 關心的是股市會不會跌 他關心的是他今年的選舉 會不會因為肺炎的疫情 而令到他沒有辦法再當選 那麼其實呢 兩國領導人的比較呢 一個重人命 一個重經濟 那就比我想起呢 我們的智聖先師孔子 萬世絲表 那麼其實呢 孔子呢 我就記回在論語裡面 有講孔子的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是怎樣呢 就是呢 有一次呢 孔子在管理的地方 不過馬曹著著火 燒著了 那麼當孔子回到去的時候呢 知道馬曹著著火了 他第一句問 是問什麼呢 有沒有傷到人 他是沒有問到那些馬的 那其實呢 我不是想和大家講這個 就是外不愛護動物這個問題 因為在古代呢 尤其是在周朝的時候 那其實呢 多數的人呢 當一些 自養的動物 其實是他們的財產來的 那其實這個代表什麼呢 就是說孔子呢 當知道呢 馬曹著著火 燒壞了之後呢 他關心的是人有沒有受傷 而不是他的財產有沒有損失 那其實呢 中國人一向呢 有一個這樣的治國概念 就是中國呢 是很重人命的 西方國家 其實 重經濟是多很多 這個呢 我們在這次疫情的情況下 我們見到很多西方國家的取向 都是呢 首先想穩定了自己的經濟先 而反觀我們自己的國家 做的是什麼呢 我們不理經濟 不理損失會有多大 用最快的情況去封城 封散封國 就是為了不想被肺炎的疫情蔓延開去 這件事情有多難做呢 我希望大家都平心靜氣 理性一點去想一想 這個不是一個這麼輕易的決定 那好了 最後呢 就是 現在 我們呢 就看到 其實 因為 在巴西呢 他的政府的發言人 就是呢 現在螢光幕見到這一位先生 看到了 最右手邊這位先生 那這位先生呢 就是已經被確診了 是患上新冠肺炎了 而他確診了之前 沒多久呢 他也跟特朗普總統 是有一個非常密切的接觸 大家站在一起拍照 握手 那 所以現在呢 說不是真的特朗普總統 他現在都很擔心自己 會不會中了招 那大家就想想 那如果當呢 特朗普 他自己都 都中了肺炎 確診了的話 你覺得他會再關心人命啊 關心疫症啊 還是 仍然是關心股市 升與跌呢 那這個呢 留給大家自己去猜 那 那國家領導人是這樣 跟我們的星斗市民有什麼關係呢 那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段 新聞 那這段新聞呢 是來自英國的 也是新鮮滾熱了 剛剛昨天的新聞來的 那有一位香港的學生 在英國懷疑中招 沒有檢測 沒有醫治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呢 英國呢 就說 你要 檢測肺炎 你要醫院診所檢測肺炎呢 他只會郵寄新冠狀病毒的測試劑給他 那但是呢 雖然他是這樣說 但是一個星期過去了 他從來沒有收到試劑 但是他身體就慢慢差 那結果呢 他的父母在香港呢 就覺得非常之擔心了 那之後呢 他們可以怎樣做呢 沒錯了 就是向香港政府求助 而香港政府 對於身在海外的香港人 關不關心呢 是非常之關心的 因為呢 他一同港府聯絡呢 有關部門入境處已經是 跟倫敦的事主 和那位女士 媽媽聯絡回 然後呢 就是找回我們的祖國 在美國駐英國的大 在英國駐英國的大使館呢 提供回接助 那其實呢 所有中國人 當我們在海外有事的時候 我們都全部是可以向當地的 中國大使館去投助 而中國大使館呢 是一定給我們 它可以做到最大的幫助 那其實呢 在最後呢 我想跟大家講一講 現在身處呢 二十一世紀 其實這個 國際的環境啊 或者是我們自己的國家 經過過往幾十年 其實都變化了很大 今時今日我們看到呢 在疫情底下 中國所做的每一件事 還有我們看回呢 西方國家 或者所謂進步的國家 他們在疫情底下 所做的每一件事 我覺得呢 作為一個中國人 仍然是 不為自己的國家覺得 不為自己的國家覺得 自豪 其實 真是好所 那我們也希望呢 大家就是 理性點 冷靜點 去比較一下 疫情底下 每一個不同的政府 到底是怎樣 怎樣對待自己的國民 然後呢 大家為自己 下一個決定 到底怎樣去看 這次疫情中的中國 和香港 那今天的分享呢 大家都到這裏為止 那如果有 再值得分享的話題呢 再六個另外一片片 再和大家聊過 那如果大家呢 都喜歡小弟的分析的話呢 那也都很歡迎大家 訂閱這個免費的頻道 那還有最緊要 按了那個鈴鐺 那當我有新檢的時候呢 大家都會馬上收到通知的了 那再一次多謝大家的時間 我們下次再談過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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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我也回來 謝謝 له broaden